这样 我这儿啊 有三笔账 你来算算 嗯 算对一道 十万元钱 带给你三分之一 嗯 行啊 试试吧 掌柜的 哎 来 把算盘给我拿来 来了 这什么掌柜给你了 好好好 嗯 可以走了 你还怕我把它吃了吗 这 这可没做 他真小气 比我还口 咱们说咱们的 嗯 这是今天别人要跟我借的三笔账 账房呢 根据贷款的数额 有利息 还有日息等等 算下了最后的结果 我还没来得及核对 这样 你要是能在十分钟之内 把它给我算对了 我就兑现 那行吧 我试试 不过有一条 账房先生算的结果呢 都写在背面 这你不能看 你看 你算的结果呢 写到前面 从你动第一颗算盘珠子开始 我可就开始计时了 可以 开始吗 来吧 你如果这么说的话 这个我就不用了 小伙子 这可不是做游戏 我明白 开始吧 好 够你算一阵的 来 来 来 第一名啊 你 你算盘呢 干什么呀 我回去购上啊 我就没带算盘 没带算盘你怎么算呢 我没带算盘我就心算的 好 何老板 请过目 好 难得啊 叫伙子走走走 去我钱装 现在我就把钱带给你 谢谢老板 各位商量好了吗 到底谁付茶钱 高老板 好事做道题 这点茶钱 也都算在我的贷款里 到时候我一起还上 胆子多大呀 来 身无纷纷 敢请我和毕罗川 好 东华 这是石崖崖的银票 拿好喽 高老板 谢谢了 我待会儿啊 就把这张银票寄回家去 真是好厚实 好厚实 爹 你也太抠了吧 给你点零花钱 连两个草炉烧饼都买不了 上上上 你吃两个草炉烧饼了 你一个姑娘家有多大度量了 你吃两个 吃一个不成了 你还闹小孩子呀 行了行了 你是大孩子好了啊 爹爹在败事 崇华 你给我更忘了 这是我家小女郑主 这也是崇华 以后叫崇华哥哥 崇华哥 可小姐 崇华 我那儿是看中了你这个人才了 你可这样行吗 在你怀听我这些钱之前 你在我这个店里面 歇歇率率拔住我 工钱了 我就不给了 你可挣我 我明白 就是以功抵战 对吧 你看看你就懂我了 我就说了 崇华 你跟我说说 鞋在你做的送地方 爹 要不让崇华哥住咱们家吧 什么 我太喜欢了 但是崇华 可是不能败住了啊 老板您放心吧 每个月的房租钱您算出来 我一分一离都不会差您的 你看看崇华哥哥 多有志气了 好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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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